全油管最快新闻 俄罗斯R-50空中预警机遭到袭击 关于俄军是否失去全天候空中预警能力引发关注 乌克兰声称使用200远程防空导弹击落R-50 目前俄军仅剩下6架预警机在运行 尽管R-50是俄军主要的远程空中预警平台 但由于制裁影响 俄罗斯短期内难以补充损失 专家指出除了飞机本身损失的专业技术人员 难以快速补充对俄罗斯军事实力构成严重挑战 R-50预警机的遭袭对俄罗斯的军事战略造成了影响 如何迅速弥补损失失败在俄方面前的重要问题 同时也凸显了俄罗斯在西方制裁下 军事装备的脆弱性和依赖性 订阅新闻急速的最先知小天下士